这两个星期的头条焦点跟健康有关 健康2.0当然要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大家认为很可怕的苏丹红 一开始从香辣的萧味仙 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菜煲变开始 哇 居然里头都有苏丹红 现在层面越来越广 包括辣椒粉 辣椒酱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八方云街 海底捞等等通通都中招 等于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 可能你也碰过防不了了 在我们体内该怎么办 它到底是什么 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又如何把它给排出来 今天会请专家告诉大家 先来看现在事件的最新发展 假日晚餐时间 知名麻辣锅 海底捞 柜台外满满都是等着排队用餐的民众 苏丹红辣椒粉风波 海底捞也中标 生意跟人潮似乎完全不受影响 好舒服 好像没有点辣的吧 都没有点辣 韬客一点都不担心 而这主要是桃园市卫生局 持续追查 捡出苏丹红辣椒粉的流向 追出被波及的海底捞 以及在桃园六家食品业者 封存违规的产品 前一天是高雄市卫生局查出三家业者 从大陆进口苏丹红辣椒粉流向七线市 其中金战国际贸易 以及加广国际贸易 营业地址相同 金战提供的原料制成海底捞 香麻辣粗粉 入库阳眉区海底捞的仓储 产品为血旺调味料 出货至全台16家海底捞的分店 业者已经接货通知 退货734公斤 剩余的各分店陆续回收下架 而海底捞回应 与金战并无直接合作关系 将进一步核查供应商的情况 也安排对已经下架的血旺调味料 进行送查检验 另外一方面 检调查出新北的保新公司 明知辣椒粉不合格 却隐匿 为通知下游通路上下架回收 也为主动通报卫生单位 已经违反实安法 新北卫生局对保新重罚200万 苏丹红辣椒粉连环报 除了海底捞 恐怕会再有更多民店受害 怎么会这样 又是系统性的食安问题 在台湾又出现 那么之前石药署说 2月20号他们说 已经差不多了 还说当时是个案 不是所谓系统性的问题 马正不是系统性的问题 但现在看起来好多未爆弹 对 现在看起来很多的民众 只要看到食物里面的 红艳艳的颜色都开始想 这是什么红呢 对 到底是苏丹红还是辣椒红 现在真的分不清楚了 为什么呢 事实上苏丹红 用在违法做食品添加 已经有好多国家 甚至台湾之前 也都有出现过类似的案例 其实其中最知名的 当然因为我们这一次可以发现 很多原料都来自于辣椒粉 因为如果大家印象 有一稍微印象 你发现辣椒如果把它弄干以后 再去抹粉 有时候没有那么漂亮的颜色 比较暗的 对 所以你就发现 早期很多都出现辣椒粉 甚至很知名的炸鸡店 早年曾经在中国 奥勒冈香味炸鸡 后来发现 没有 也是受到这个 另外它的红色 以前还有很有名的案件 是有关于咸鸭蛋 咸鸭蛋 大家在想说 因为咸鸭蛋 你有发现 有些鸭蛋的颜色 看起来黄黄的 就觉得这咸鸭蛋好不好吃 看起来那个橙色的亮晶晶 还油亮油亮 就觉得这咸鸭蛋好漂亮 可是大家想说 怎么这么厉害啊 如何把苏丹红 加到咸鸭蛋的蛋黄里面 用打的吗 其实不是 他们那时候就说 那些业者为了让鸭蛋的红色 看起来特别漂亮 就把那个一点点的苏丹红 加在鸭子的饲料里面 于是它生下来的蛋 也就会有这种红艳艳的蛋 所以之前不是有人说 有一个湖南的民众说 哎哟 想要吃个绿豆粥 怎么奇怪打颗蛋下去 打颗蛋下去 变成红色的绿豆了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当时是为了让 这样子蛋的颜色好看 所以是在饲料里面加的 那不是等于吃了鸡肉 也把那些有毒的东西吃下去吗 江医师就告诉他 因为其实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苏丹红这么好用 因为比起食品 也有合法可以用的色素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第一个 原因它这个脂溶性 据说它这个保一样 颜色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它看起来非常红 所以这几个事件里面 你会发现 它各个东西都能用 除了大家想说 那我不吃辣的总没事吧 后来就发现 以前甚至有人通报说 他在棕旅游上面 也验出来过 有人通报说 我们连在什么呢 他说连在玫瑰花瓣 玫瑰花瓣 对 他说连玫瑰花瓣都验出来过 这怎么得了 所以就是变成说 到底要怎么把关 因为现在说 我们好像是因为我们 接到通报之后 我们扩大检查 我们才发现 原来它影响的范围这么大 可是问题 这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件 也就是说苏丹红用在食品上 有这么多的时候 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把关 会导致于我们现在变成 我们要后续来收烂摊子 等于是他已经撒到零售市场去了 很多人海底捞也吃了 虾味仙也吃了 每次业者都是受害业者 对 业者也觉得很倒霉 我也是跟原料商 合法原料商近 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不论是消费者 或者业者 都变成是这一波的受害者 甚至你就觉得苏丹红 在环境中真的是无所不在 有时候他还不是故意用的 之前曾经有一个最好笑 是散装白菜 他就验出去说 白菜就白白的 干嘛加苏丹红是不是 没有他说因为他绑白菜 有些人会用红色的塑胶绳 红色的铃铃绳绳 结果那个塑胶绳 可能红色铃绳绳 就把那苏丹红 弄到这个白菜上 甚至以前大家看到印度女生 不是额头上要点那红红的好看吗 有些人就像点得没事 怎么会开始出现 接触性的皮肤炎 才发现原来他点了 这红红里面也有苏丹红 所以可以说环境中的苏丹红 你可以看从我们刚才讲的 不只是辣椒的 辣椒粉的 甚至是红色的 玫瑰花瓣的油的 然后连之前很多锅底 只要是韩式的什么 只要看起来红红的都有 现在就发现说 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分呢 既然都可能很多 已经不知不觉 跑到我们的零售终端市场来了 好 江医师 对毒物方面你很了解 到底苏丹红是什么 现在看起来 好多业者也都受害 八方云集 这个到处都是的 大家难免会吃到一些 那它到底是什么 那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简单来讲 苏丹红它是一个藕丹染料 所以你听到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它是来自于石化的产品 它是合成出来的 那它合成出来有个好处 它着色性很好 所以它不会见水脱色 不脱色的 不脱色 所以用来做 染你的拖鞋什么东西 染拖鞋 那苏丹红本身就有四种 那苏丹红B G 7B 合起来再加三种 都是他们家的家族 还有其他的 所以至少有七个兄弟姐妹 那这个东西 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之外 给各位再补充几样东西 被发现也出现在红酒 红酒 红酒 的食物中作为一个针烟的效果 那当然这很缺德 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对人 我相信怎么样 你在文献上可以找得到的 大概就是有七个工人 因为他们用苏丹红来 侦测金属的裂缝 结果有七个人得到膀胱癌 在一个工厂里面 那另外一个部分被发现 它一个确定会引起恶型的 职业型的气喘 那除此之外 显少人体的数据 因为最主要困难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 它的致癌 你发现要历到第三类 哪在这里 第三级的致癌物 是无丹红 那你说第一级最毒 第一级是有确凿的人体证据 对不对 问题第三级明明写 没有人体确凿的证据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呢 我跟你讲 第三级的有几个问题 有些东西是毒性很低 所以它被列入第三级 对 那有些东西是发展出来 就发现毒性很高 没办法做人体试验 然后也不是食品用 所以没有办法接触到 人体暴露的一个 大规模的统计 也就是说苏丹红 它列在这里 有可能是 不可能拿来叫一些人说 我这个拿来染拖鞋的 你帮我吃吃看看 会不会怎么样 对因为这个伦理试验委员会 不会同意的 你如果吃了一个食物 看会不会自来 大家可以接受拿来做实验 可是这个明明不是给人吃的 你为了满足你科学好奇心 你叫人家一堆人拿来吃吃看 会不会得癌症 太不道德了 现今的伦理委员会 科学实验之前都要进过伦理委员会 一半以上都不是医生 所以它不会预取你做这种 缺德的实验 所以它确定会对肝肾有一些伤害 像我前几天到中部出差 那中麻完之后我就回家了一趟 结果就发现我家 你看到所以它影响层面 其实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变化 我家的瓶瓶罐罐 没了 我就问我妈说 怎么瓶罐都没了 我妈说 让你们弟弟都戴掉了 辣椒粉 辣椒酱 三个都会戴掉了 咖喱粉也戴掉了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 一方面可能它还怕老人家舍不得丢 然后另一方面确实大家会怕 所以就把家里这些弄弹掉 对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 就是市面上刚有讲到鸭蛋 为什么鸭蛋可能会有 苏当红的致癌物呢 是因为现在 大家有吃过那种红心的鸭蛋 红心鸭蛋比一般鸭蛋 它就是真的是比较贵 那就像我们说 为什么业者要放红心鸭蛋 因为它卖相好 感觉营养价值高 所以其实一般 他们为了要这个卖的比较高价 它就会在鸭的饲料里面 加一些合法的添加物 像是类胡萝卜素 还有像虾红素 让它生出来这个蛋黄 是比较红一点的 但是我们也在2017年发现 在台中有不肖的业者 竟然他在它的蛋黄里面 发现了这个苏当红的染料 那这个染料非常的便宜 它就直接就位在饲料里面 所以生出来的这个鸭蛋 就完全是红色 所以这个其实是致癌物 我们就要担心 那很多人都会问营养师说 那比较红的这个鸭蛋 跟一般的鸭蛋 它的营养价值有差吗 我告诉大家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的 那红色鸭蛋 它可能吃了一些 就是鸭吃了类胡萝卜素 所以你这个鸭蛋里面 维生素A 铁值 可能相对高 一咪咪而已 那其实平常饮食 你多吃些红色蔬菜就补得到 所以不要为了追求卖相 而吃到可能会有毒的这些物质 大家要小心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尤其我们今天理事长也在 中药你是行家 像中药里头 增色 染色 餐甲等等 其实也都实有所闻 对 其实在12年前 我们有一个讨论叫做 中医将亡于中药 亡啊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在2012年的9月8号 在中国的药都 这个中国的药都 最大的药都 四大药都里面为首 安徽的泊州 是曹操的故乡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 中药管理局 国家中药的监管局 通告有18家的药厂停产 12家列入调查 那发现了就是说 在中药里面 发生了一个叫做 金安寧的这个成分 那用在增加药的一个 颜色光泽 所以这个会致癌 会引起皮肤炎 非常严重的事故 那因为在台湾 而且我们健康2.0 也常叫大家喝茶饮 所以我们到底要 从哪一些层面来注意呢 因为我们买到的药 其实在染色造假方面 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它会让它的颜色变好 那就是说像有些药材 可能在风卧大陆 它比较 经过一些手法 把里面的成分萃取以后 颜色变淡以后 它就给它增加颜色 第二个 它可能比较劣质 比较低等的 增加了颜色之后 就会变得售价比较 第二种 它会增重 因为中药材它比较 因为植物的轻 所以它会加上美盐 美或者铝的盐 这种眼类 让它变成比较有东西 比如像东虫下草 还有一些花的 像菊花 这些的植物叶片的用作物 第三种叫做参甲造假 它就是可能像一个鹿龙 或者像一些虎鞭 什么鞭 用塑胶的成分 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 中药它一定要在 合宜的场所来购买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那可能就会买到假货 那其实这张图片 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 这张啊 对 那张对 我去柏州 我亲自去那边参观 那其实我们这个中药里面 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危机在里面 那当然刚才讲过 这个所谓的铝盐美盐加重 那个叫做重粉 第三个就是 塞甘以后再加入一些增设剂 最后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要买高档的中药材的话 就是便宜很多都不要买啦 然后风景趋有的时候 真的有那些标课出现 怎么不纯砍头 到底砍谁的头啊 进去之后可能就会被骗 再来科学中药 因为现在很多确实是科学中药 科学中药它是经过检验 所以相对 现在因为现在 在台湾的中医界也很注重 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后来就开发了 所谓的中医的安全药材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是科学中药厂 进口的这些药材 它又透过一个在当地砌座 就是说它在 跟它买这个药材 要跟它用砌座的方式来购买 或者说它在采买的时候 它会先检验 检验合格 进到国内又再检验一次 产品又再检验一次 但是如果这些中药材 如果它是地下 所谓的地下管道 比如说菜市场 或者地下管道买到中药材 那可能带有很高的风险 所以只要你正常的一个管道 来购买中药材 都是比较安全的 好 广告之后来看 那么像苏丹宏 可能你我都吃尽了一些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有方法把它给排出去吗 还有我们常吃的哪一些食物 你没有注意 但其实他也用了一些 不该用在食品当中的染色剂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哦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